一條就是90年43條 它說假設日本的日圓升值 而意大利利拉貶值的對香港的貨幣 它問你對於意大利汽車的需求會怎樣變 因為意大利利拉的價錢是貶值了 所以買多些意大利汽車 所以需求會上升 當然如果仔細去想 它的圖是HKD還是里拉 這樣就有影響 如果是里拉計的話 其實就沒有移動過 其實汽車的價錢沒有移動過 所以整體的 demand 其實就會上升了 但如果用港幣計算 其實汽車的價錢 你換算做港幣 其實就會下跌了 所以就看看是甚麼圖 因為這裡它沒有特別說是甚麼圖 一般來說的 demand應該會上升 另外一方面 日本日圖 它有一個日本車 所以日本車和意大利車 本身是甚麼 Substitute 本身是一個 Substitute 的關係 所以現在日本車貴了 自然對其他國家的需求都會增加 就算它不用這兩幅圖 因為看到上面日本日圓的情況 所以意大利汽車的需求是會增加的 試了一個就錯了 減少就不可能 這裡也不太對 Either increase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pi change 這裡的意思是 是否看看日本日圓和意大利利 你拉哪個變得更多 因為剛好都是 兩樣東西 現在的方向都是對 意大利汽車的需求有影響 所以這個就不太對 如果這一條 它不是applicie Japanese Yen 不是applicie 是deplicie 而且這條就比較複雜 不過它不是這樣問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算了